这盘棋讲解的是起跑飞刀 2021年的碧骨岩杯第六轮 败者组决赛 红方 王天一 外星人 对战黑方 赵新鲜 六百神剑 这盘棋可以说非常精彩 双方是中炮骨合聚 对战是屏风马 总盘合 红方上马 这儿黑方出聚 准备呢 看住马 硬拱足 所以红方走聚二平四 不让你看 那么对方就只有吃 接下来这棋呢 红方上马 准备威胁中路 对方选择是掌鞠 要威胁你的鞠 红方这个棋呢 想踩不敢踩 担心对方有一个将来踩炮的手段 你打出去它换掉你 没有用 所以呢 红方这个棋就拆炮 保留这样一个好兵种 而且呢 封住对方的鞠 把阵型走好 看你怎么走吧 黑方平炮是附有一个 鞠八星四的一个反击手段 红方的平炮也是右敌 看似呢 点鞠一下 这样便宜 你不能上 上来牵住你 那你就会 回来意思是通过一个杀底式抢先手 对方必须要捕食 否则一将就居仇了 然后呢 这个棋就可以考虑走一个飞向 这样的话 对方你不能吃兵 他就得出狙 然后红方冲兵过去就非常厉害了 你不能冲打你马 你点狙的时候就吃掉你 到这儿的话 那你狮子了 所以呢 你先走狙八星四 就会慢一招棋 我们来看 实战走狙一平四 他是希望红方一踩 就减弱这个冰淇淋的威力 那红方这时候他就不能选择退 否则的话这个棋黑方就会点鞠过来 那你再冲的话 他这边就会过来吃你炮 等你飞向的时候 那这个兵就被吃掉了 所以呢 这样是不利的 这儿的话这个棋 红方可以选择的是进马 他有一个砍射手段 多趁一个射 对方自然不肯 要补一个 这儿就给你做一个交换 把你炮引出来 他的目的是破掉弹子炮 出狙威胁你 但是这个时候呢 底下打一将分边太厉害 红方必须先补一招 下一步再出 黑方呢 先掌狙 守住河口 不让对方这个冰淇淋冲过去 威胁自己的马 将来你要出狙我就弹子炮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我们看啊 常规思路是出狙 没错 但是呢 这个时候 他如果走这个金炮 就会被对方白吃一个子 因为他可以打一将 你中度比较空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棋是不成立的 为了让这个棋成立 你就必须要先补试 所以王天英呢 这个棋 他该补试情况下 他也没有补 这儿他出狙这步也没出 他是先补试后出狙 常规是先出狙后补试 现在他先补个试 就是等你一步棋 骗对方 黑方还是应该选择一个进炮 那你们你出狙 我就居四平二 你要是送兵 我就将来可以吃掉你 这样的话倒不怕 实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 他没有走炮二进四 而是选择一步飞向 那走完之后呢 红方再去出狙 黑方就感觉上当了 为什么呢 现在你走这个炮二进四的时候 他因为中度已经补试了 这时往这一走 看似是一个交换 但其实呢 这个棋你的炮要闪 炮一闪 他这个狙呀 随时可以抓你的马 所以对方这个棋就选择痛苦了 将来红方这个马也活跃 可以采狙 然后呢 这边还可以吃对方的中足 手段价非常多 所以呢 对方这个棋啊 就做了下风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啊 那么对方就走一个炮二进二 比较稳 那这里红方就长起来 不让你走弹子炮风鞠了 那对方呢 朱熙金也是未求猛 因为这个时候 你要吃对方冰咸又不行 因为你吃完之后 他可以踩着鞠 你这个鞠一闪之后呢 他是有一个弃兵 某子手段 这儿你一拱 他打你马 所以你就选择吃 你一吃他退鞠抓炮 你炮一闪的话 他有一个回马金枪 这儿你鞠一闪 这肯定是丢子 那你不闪的话 你用炮挡 他将来吃你炮就可以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 肯定是要尸子啊 那临场到这里 还是比较痛苦的 到这儿他不能贸然 贪吃对方的鞭兵 但是呢 这个棋他为了解围 就选择了一个弃足 弃完之后 双鞠连一线 霸王鞠看着自己的炮 找机会想解脱 这儿红方就多下 也不着急 那么下一步 很可能会有吃足的手段 黑方就先冲一步 到这儿红方一看 吃不到足 退回来抓炮吧 黑方也就趁势退回 把自己的马看住 解除七路线的威胁 到这儿的话 看似稳健 那么红方又来了新的飞刀 他先走一个推炮 又敌 那对方这个棋 鞠点一步 封锁住红方的马路 红方的趁势要对 想骗对方 你这队我就上马踩你鞠 对方自然不肯 那么这部对鞠 可以说是一个顿挫 他这个棋 本来是要往下点的 但是他先顿你一步 下部又踩双鞠的手段 这部棋很精妙呀 对方吓得赶快逃跑 那么这儿的话就平过来了 到这儿以后 避开了踩双鞠 那么这一踩你一步 你要是闪开这个炮要丢 所以对方这个棋就平了一步 那接下来这棋 他不但不逃这个炮 他反而走出了鞠四品三 弃子的手段 就骗你 看你敢不敢吃 到这儿其实不敢吃呀 你一吃他甩炮 这个棋你已经挡不住了 你就只有出 点将之后呢 他你要落相就看你相 你就上 这个退鞠太狠了 将来这儿是有一步将军 然后呢 冲过去手段 这儿你不能像 相调踩将鞠没了 但是你吃的话 这个棋 他也是有一个踩双鞠 你鞠就丢了 所以到这儿 对方就中背刀了 这里输定了 那临场的话 这个棋 我们看 你鞠这样不能吃 那到这儿 赵欣欣选择 鞠三平五 那可见啊 这个棋你鞠四平三 就得空走一步棋啊 结果被对方利用一下 王天仍然选择炮四平二 黑方选择是炮二平五 这儿双方开始拔剑 红方一将 他是要破相 黑方甩鞠呢 是一个弃鞠偷杀 你不能踩 你先杀你 红方选择以退为进 黑方不能打 否则的话 他这里啊 一将之后 把鞠就抽了 但你认为这个棋啊 你可以吃掉之后 他是杀棋的时候 但是人家这里是有一招 炮打过来 这样就可以解杀 所以呢 你这里将不死了 那么这样一个棋 你丢个鞠肯定不行 临场的话 这个棋啊 双方都是有顾忌的局面啊 相互欺变 但总体来说 红方这个棋呢 也是主动啊 占优 那黑方想偷袭 是没有机会的 黑方一看 没办法 他就选择一个退鞠 把对方吃掉啊 那么吃掉之后 这儿选择吃掉 然后呢 这个炮打出来 一鞠换双 试图把红方炮对掉 想求和 红方自然是不肯 打出去要打向 你打向分边太厉害 对方只能背向 然后呢 这个鞠退一步 强占了自己的兵线 黑方一平炮想偷杀 这儿就选择退回 不让 对方退回 把阵型走好 然后呢 这个鞠往中间一放 这样右鞠就灵活了 对方的平鞠也是手累 接下来 红方就平炮 准备了过兵 黑方炮平常是不肯 红方走的是 鞠武平息 强行往过冲 那么稳一点的话 可以考虑平鞠过来 如果你要冲 他就吃 你再冲 他再看 将来这个棋 如果做一个交换的话 那么你这里 进鞠吃兵 根本来不及 他泡分边 将来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兵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有机会 合棋 所以的话 你这个棋 要想赢棋难度太大 所以呢 王天忆啊 没有这么选择 王天忆啊 这样的话 走下去 肯定是要往过甩 但赵星星呢 他也没这么走 他走的是马三音四 就想冲锋 这招棋啊 走得有点激进了 结果这个棋 红方走了一步平鞠 吃炮 黑方也就上马 这儿红方把它牵住 啊 这个棋 彩象成不成立呢 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彩象 它吃你鞠 你看着这边杀棋 它可以退鞠 这边杀棋的话 它将来可以选择退炮 啊 你把这个鞠一踩 它把你吃掉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你这个马还得逃 然后在捉的话 你再回 这儿点一将 一破试啊 就把你白吃掉了 所以这样的话 吃光了啊 对方是要竖棋的 那么临场的话 这个棋 它是不能踩向的啊 那么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 就被拉住了 拉住以后就很难下了 那这个时候 黑方为了脱身 就跑了平四 红方的话 选择巨三 再把它顶住 走得非常稳了 对方没有点位 只好进足 这儿的话 红方就冲兵拱炮 对方这个炮 进了一步啊 现在炮甩开 你要向掉 就闷杀你啊 对方这个棋先拦住 红方呢 赶快掌距 看着这个炮 对方向这个兵啊 应该说也是大义 但是不向也不好下了 红方顺势一将啊 对方你要出来 将军就吃你的就炮了 对方可能顽强一点 就知识啊 落向的话 应该来说 看着稳健 其实呢 被人家一逼迫 对方到这里啊 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炮 你在退的话 他这个鞠瓶八太厉害了 根本挡不住 所以呢 这个棋啊 你就只能选择 进一步拦住鞠 那他就会把你炮白吃掉 当你捉对方炮的时候 他进去抓你的马 双方进行交换之后 你认为小猪可以过来纠缠 他瞬间选择对鞠啊 把这个鞠给你对死 这就尴尬了 对完之后呢 这个棋 你刚好这个棋是合不到的 所以呢 没有办法 就多了这一个兵 那王天英获胜 这就是这个棋